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企业说我的延迟不满足这个天体 不满足第二天才能看到这个数据 对吧 所以由这个flink加cafka加olap的这种组合 来搭建起了这个数字数差 整条电脑是流起来的 它好处当然就是ETO时效性就变成了秒级 对吧 或者说分钟级 它的持续价格也非常快 它取决于这个olap系统的这个查询时效性 当前我们有这个优秀的这些olap系统 所以它查询时效性也是秒级 那我们来看这个两个架构的时候 它们两个架构其实很割裂啊 就一种架构是说数据全都沉淀下来 对吧 每一层的数据都可以查询 也可以基于每一层的这个存储 来搭建不同的这样一个面路 但是如果你看下面的话 那实时这个传统实时数商流起算的话 几乎只有这个最后一层的这个数据 才能被这个业务查询 中间层的数据它就是一些数据中间层 甚至说这些当中我们就需要中间层 因为中间层它是不可查询的 调试起来也非常麻烦 我觉得大家其实在企业当中 我得到最大的反馈就是实时数商很有价值 但是实时数商很难玩起来 因为每个业务都要搭建一条链路 中间数据才不可查 然后弗林克的状态很复杂 对吧 大家玩起来很辛苦 但是企业的这个根本诉求 就是我要提升我的实效性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也就是我focus在这个领域 就是希望推打造这样一套 就是和实时数商 就是区别开的这样一套实时胡仓 通过胡格式 取代传统的hype格式 把整个传统迷线数商这样的一个数据 给流动起来 然后结合这个p计算 也可以结合流计算 打造这个 你可以是天中级 大部分业务 还是天级 还是分区计算 但是你可以把里面的某些任务 给它实时化 给它低成本的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 比较好方便的 把它变成了一个 弗林克这种 流计算加胡格式 这样流起来的这套架构 对 这样的达到目的就是说 企业有实时化需求的时候 也能允许分中 实效性的情况下 能切换部分业务 到这个流计算当中 对 所以这里也想说 就是实时胡仓 是这个p4数商的一个原地升级 在原有这个实效性T加1 这种读写非常单一的 这种模式下 能进化成实效性 分中级流式更新 流读 然后也可以p4更新 也可以流读 也可以做这个查询的文件过滤 这样达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解锁整个完整的 大数据的全生态 以往的hive格式 它可能只能面向p 以及只能面向部分的olive 对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文件管起来 那现在文件管起来之后 也做很好的流写流读 也做很好的索引之后 那我这个存储就可以解锁 完整的大数据的计算的全生态 打造这个流p一节计算 打造olive 计算可以是多样性的 但存储是一个 所以最终来说 这个part就是 陈列出这样一个比喻 就是如果把传统的p4数商 看作绿皮火车 它很慢 但是它很稳定 然后把传统的实时速商 看作飞机 它非常的快 但是它成本高 也有些时候也会延误 对吧 分析 所以实时无常 想要打造什么样的效果 它可以 是 这种传统p4数商 火车的一个升级 对吧 一个高铁 然后 但是它能把这个时效性给快起来 但是呢 整体会更稳 更容易控制 也更好开发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阿帕西派蒙 那在介绍派蒙之前 最近大家可能也看到各种新闻 就是iceberg很火 对 iceberg在国外 我了解到的信息 就是iceberg在国外 其实已经普遍被各种 计算厂商所集成 已经逐渐成为一个 比较solid的这样一个 呼格式的试试标准 它是在海外成为这样一个 share的database storage for the big data 这句话是iceberg的 那个Ramblu说的 对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首先 其实hive它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share的这样一个storage 但是它缺少了一个字 就是database 就hive的能力太弱了 它只是对分区的一种管理 而iceberg在hive的 这个升级的基础上 引入了这样一个acid之类的 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能力 来变得它真正的把这个share的 给应用到很多的 这样一个submitage计算当中 所以这里我说 就是刚刚我讲的 就是hive的存储格式的格式升级 对象存储友好 比如说acid insert update delete time travel schema illusion 包括还有tag brunch 等各种各样的能力 能让这个离线的处理 就是变得真正的这个方便起来 就甚至说 比如说slow flick 你对比slow flick slow flick 说我有内表 对吧 但其实iceberg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 它比起它的内表 并不差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能做一支这样一个seer的storage 那介绍完iceberg之后 那怎么引出派蒙呢 就我以前也活跃在 以前活跃在iceberg社区 对 现在的话也是很久没去看了 对 所以派蒙想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iceberg的实时化升级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从这两个ddo就可以感受到 你可以把iceberg 简单看作为一个create table 这个table没有主件 也没有其他东西 对吧 然后但是它做一个离线表论 很好的work起来 但你可以把派蒙就做一个table 它也可以没有主件 但是它也可以有主件 那它的主件就是什么行为呢 就是说我来写一条数据的时候 我就可以实时的来更新这个表 基于这个主件 基于这个主件 我要铲除最后的这一行数据 对 所以派蒙在iceberg的基础上 就做了这个实时更新 基于主件的设计更新 基于主件的merge 以及基于主件的流毒流血 这样一个全套的这个功能 所以派蒙可以认为就是iceberg的这个主件版本的这样一个增强吧 对 那怎么做的呢 对 核心其实技术就是一点 就是大家其实看现代主流的这个系统 其实很多了 什么Doris Darx 什么Clickhouse 对吧 这样一些主流系统只要牵扯到实时两个字的 甚至说flink flink里面用RoseDB做这个backend 对吧 那离不开一个数据结构了 就是logstructuremerge tree 对 所以派蒙其实就是也可以认为就是很简单的 把这个iceberg的这种呼格式的这种管理 结合了lsm的这种数据结构 把这个文件管理起来 拥有这个主件更新 生成奇迹log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 整体其实大致这个图其实很简单 就是lsm带来的什么核心上的区别 比起iceberg 比起甚至说之前的hoodie 这个lsm有什么根本性的好处呢 我这里其实列了这底点 其实第二点 其实就是这个compacting compacting的时候 在iceberg也好 在hoodie也好 它们compacting是需要 几乎是需要把增量和全量 进行一次完整的这样一个rewrite 这个时候如果company做的很频繁 那这个写放大就很严重 对 因为我要把所有历史数据全部读一遍 再洗一遍 但是在pym或者在lsm这种结构当中 它就没有这种增量加全量的处置方式 这是分层的对吧 它只用说我对这个存储维维护五层就行了 那来的增量数据怎么办呢 就是零层和一层进行合并 那一层的数据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合并带来的写放大也非常小 所以其实就是minorcompaction 减少这个写放大 也解锁了实时更新当中的一些lookup 深层情细fog 甚至说深层deliciumveigler的一系列的能力 那这一页就大概介绍就是泰蒙的一个历史吧 泰蒙也作为这样一个flink的子项目 从2022年从第一行代码写起 就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泰蒙它不是一个内部系统 它从第一天起 第一天起我们内部没有任何的应用 从第一天起第一行代码就在社区flink社区当中搞了 然后甚至说等到2023年等到去年 已经在社区广泛应用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阿里集团内部才开始大规模应用的 所以泰蒙它是一个偏社区的 它也是非常积极响应社区这个需求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第三个部分是简单分享一下应用场景吧 而第一个场景就是数据库CDC入户 这也是整个社区应用最多的场景 以往来说你要通过Hive入户 甚至说通过Iceberg蝴蝶来入户 你都避免不掉一个场景就是 你是要一边可以流逝的把这个增量数据 或者从MySQLCDC 或FlingCDC 或者从Kafaka同步到这个存储当中 你另外还要启动compaction座列 来做定期的compaction 对吧 但是查询的时候你要不就merge on read 要不就copy on read 要不要查询比较老的数据 要不就查询最新的数据的话 就是查询得非常慢 那泰蒙在这里的创新 就是真正把这个链路做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只用启动一个Fling作业 甚至说你可以用这个泰蒙的CDC工具 启动一个Fling作业 它就搞定了从MySQL当中CDC读数据 Evolution写到这个泰蒙当中增加了日段 泰蒙也跟着增加了日段 然后所有的compaction 都在这个作业里面全部完成了 对 整个流程非常的简单 然后也比较非常的智能化 而且也可以利用这个整库同步相关的能力 来尽可能的减少这个资源的消耗 所以这里就分享一个智能引擎的实现 就是数据库CDC统一入湖 对 就我刚才说其实 对 其实现在阿里内部也大规模在应用泰蒙 也有这样一个 阿里内部的这样一个湖站翼 会在各个方面各个场景应用这个泰蒙数据库 可以看到左边是 就是以前的链路 对 就是有分库分表的MySQL表 然后下游有各种各样的application 来读取这个MySQL的这个Tinglog 到不同的application当中做这个数据分析 以及数据应用 有流的有批的 对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 原有的这个大家要读数据的时候 全都读数据的时候都会去拖这个MySQL 比如说背库 对 一旦同时来拖的这个应用比较多了 就容易把这个背库给拖挂 所以说核心库拉取时间只能晚上 而且每个应用都要去拉取一遍 然后现在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把这个分库分别的MySQL数据 统一先入虎 入到这个派蒙当中 因为派蒙它有很强的下游可以用什么PG算来读 对吧 也可以通过流读的方式来流读它的增量数据 所以它几乎就相当于是在MySQL表建立的 在湖上建立的一个镜像表 可以被下游的这个application 各种需求各种方式来读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收益就是 因为湖的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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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吐是 可以说是无限的 所以它的这个并发是无上线 然后全天24小时均可拉取 那第二个链路就是湖上全链路的流读 这个实时链路 就是老讲这个实时链路对吧 不能只是入虎的这个ODS这一层 其实今天 甚至说半年前我都很少有说把这个全链路 流读ETO全链路玩起来的 但是今天已经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 把这个全链路的ETO玩起来 那怎么玩呢 我们可以分析之前的这个实时链路 之前的实时链路 其实很重的或者成本很高 或者说很重的一个环节 在于流计算当中 Flink和SQL当中 这个用流计算的state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 也非常难玩起来 大家还要配这个TTL对吧 然后用了派蒙之后 因为派蒙它本身是带更新能力的 它里面有这个也可以 你可以配置Merge Engine 也可以利用到派蒙 这种Partial Update的能力 也可以利用到派蒙的Aggregation能力 那再加上派蒙它是能产出经济log的 就是说你更新之后 你能流读这个更新之后生成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了业务机会 基于派蒙的这种更新能力 可以建立起这个全链路的这个实时链路 把整个离线的这个链路变得实时化 对 然后再利用上派蒙它也有 后面我也会讲 就是Deleting Maker的这种模式 可以让实时更新的同时 它的查询性能也非常高 对 所以全链路都可以给这个Stars 来查询这种Deleting Maker的这种模式 达到非常好的OLAP效果 所以整条链路build起来 就是全链路流起来 每个表都 这个数据都落地 然后可以被Stars 或者Doris 这种OLAP可以查去 那最后一个也是 这个全链路流起来 这个一个应用 就是蚂蚁应用的一个实践 就是蚂蚁也在使用这个派蒙 利用这种更新能力 利用这种去从能力 来取代以前的一些 一些flink cycle的这个计算 把这个数据通过派蒙的这个更新 落到派蒙当中 然后派蒙可以生成对应的清击log 比如说同一条数据对吧 清击log 就会生成对应的这个-u加-u 那后面就可以基于这种准确的清击log 来做这个UV和PV的计算 所以这条链路build之后 资源开销 基于派蒙这种 这种胡歌式 这种没有project code的这种State 这种CPU使用量下降了60% 然后内存也大幅下降 然后整体的话 checkpoint也得到 稳定性也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了 然后最后想要说的就是 研发模式也简化了很多 因为落地之后你会发现 每一层的数据它都是可以查的 对 哪一层错了 你直接通过查询引擎来查一下 哪一层有什么数据就行了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这个 湖上数据查询的一个加速 首先要说一点 就是派蒙它其实不只做了这个组件表 它的派蒙和这个Spark 在这个没有组件表的这种场景 我们最新的测试最新的集成最新的版本 也不弱于Spark和Packet的这样一个集成 对 整体TPCH包括TPCDS的成绩也是不比Packet的差 然后不只这个场景就是包括一些业务 也把派蒙把这个数据通过这个 open的数据或者说带组件的数据写到派蒙当中 然后在离线的或者说有一些实时的把这个数据 把派蒙里面的数据进行一个Z-Order的排序 然后并且也构建了一些比如说文件的这个Bloomfitter 或者Bitmap的这个索引 对 Bitmap最新的这个代码也进这个社区了 对 有这个索引之后 再加上Olaf引擎的这个配合 比如说Stars Doris他们能识别的那个索引 然后能做这个索引的过滤 也能做Z-Order的这种Data Skipping 那这个时候 有一些就可以直接向业务对接 就是来对接Olaf查询了 这里有一个效果 就是包括饿了吗 他们这一个实践 就是胡上Olaf 以前其实都是直接用的这个 Olaf系统的这个类表 Olaf系统的类表 它为了性能这个 还不错的这个Olaf性能 所以一般Olaf类表都是这样一个 这个SSD 对吧 本地磁盘 所以它的存储成本是很高的 那这里是把这个Olaf类表 可以替换成这个派蒙 之后再结合Olaf的这个计算 整体的这个时效性 当然从秒级变成分钟级了 这个没办法 对 但是查询延迟 就是给这个开发的 或者给这个这个速创人员的 这个查询延迟 维护在5秒内 但是整体的成本是降低了10倍 最后也想跟大家聊一下 派蒙的相关的前沿技术 其实第一个就是deleting vector模式 其实分享了很久 但是其实deleting vector模式 也经过了两个大版本的迭代 然后才比较稳定 目前deleting vector已经在阿里内部 或者说在社区已经广泛应用了 那deleting vector模式是啥 我这里其实三张图就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更新数据 更新之后怎么查询 其实有三种模式 一种叫merge on read 一种叫copy on write merge on read其实就是 我先把增量数据写出来 然后读的时候再按主件来进行一个merge 那这个时候查询性能是比较差的 那copy on write就是说 我在写的时候就把增量数据和全量数据 按pk来进行是merge merge好了 这样给这个读 那就非常地快对吧 但是它的写就非常地糟糕 所以最后我们是要merge on write merge on write就是说 我在写的时候 我不对这个旧的历史数据进行去rewrite 但是因为我pk嘛 我pk我知道我增量数据我要删了 就是覆盖的那些数据我就查出来 然后在历史数据当中去生成它的这个deleting vector文件 这样之后 那我查询的时候 我就读每一个file 在读到它的deleting vector文件 我就知道这个文件里面哪些数据被删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不需要merge 我只用读deleting vector的这个模式 因为在olab当中 在这种向量化计算当中 它结合这种deleting vector它是非常快的 几乎不太影响它的向量化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查询性能很高 但是它的写性能也不慢 因为写性能不会去rewrite整个数据 所以这里叫 近时时更新与极数查询间隔 对 这里的StarRocks 几乎在我们内部或者在开源 StarRocks和Doris已经集成了这个deleting vector模式 你也会感觉到几乎几倍的这个查询性能 所以这个模式目前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尝试的 也已经在业界 在阿里内部大规模应用起来 那除开这个内核的这些东西 其实做一个开源项目 其实相关的包括版本管理 包括一些周边的这个能力也很重要 所以在最新的0.9版本当中 已经完善支持了brunch 并且我们内部陶天那边 还把brunch这个能力用到了流P一体上 就是流分支是一个 P分支是一个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fallback能力 能读P分支的时候 能fallback到流分支当中去 然后就相当于是 每天的分区两个分支都有 但是按需的来读取两个分支的数据 那整体这个tag其实就像 tag和brunch 就可以让你像这个git一样操作数据 能在包括刚刚说的这个流P一体 能在工程验证啊测试当中 都有非常大的应用 那最后就是这个通用索引 通用索引的话 我觉得索引做的最好的还是这些 对吧 分析型数据库Olaf系统 包括Doris 你可以看上面有很多索引 有很多加速Olaf查询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Pype作为一个呼格是 它也能有这些能力 并且也在我们内部应用好了 比较好的场景 就是自带这个Mimax这种过滤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在文件上去配置 Bitmap Broomfitter 甚至说盗牌索引相关的这个能力 目前在社区已经有 Broomfitter和Bitmap的能力 这里提的一点是 Bitmap这种非常适合 两个VR条件的这种 这种协同过滤 对 而且索引也支持这个千套类型 后续我们也会支持这个 半结构化的 半结构化这种VR的这种知识 我的这题分享就是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还有五分钟可以用于提问 哪位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 那我来问一个问题 对 刚刚提到就说在国外的话 Iceberg它非常的火 然后整个生态 很多云场商都去跟它 去做这种集成 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社区 包括接下来会分享那个 Moral的一个项目 它会做一些 比方说管理 或者说优化 那我们派蒙的这个 在使用派蒙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是不是派蒙也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能力 或者说工具 帮助它的这个用户可以 比方说对这些表 做一些自动的优化呀 或者说这种索引的这种创建 就是在小文件的删除啊等等的 嗯 是 首先 对 上风老师 我问得很好啊 就是首先是这个派蒙 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和flink有比较好的 集成 所以大部分管理的工具在默认情况下 默认 就已经完成了 直接在flink 完成所有你能想象的事情 包括小文件合并 包括slapshaw的淘汰 包括一些就是历史文件的删除 对 都会在flink当中完成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种独立的 compensation任务 把它独立出来 对 这个flink作业就指 open的写 然后有专门的独立的compensation 作业在外面run 或者说通过spark来compensation也可以 然后另外的是 就是ameral其实也支持pym 哦 OK 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个这个这个集成 你也可以通过ameral来做一些compensation 然后另外的话 对 就是还有就是阿里云上 DAF 它也会做一些这样一个compensation 更好的compensation 或者 其实更多的是资源的这个节省 就是就是做得更好的话 就是把这个资源用的更少 然后compensation完成得更好 对 对 我顺带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pym中的这些table 那么你们的这些 比方说catalog的信息 默认会是往那里去写 就是pym的话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跟iceberg不一样 它可能就是 虽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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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狐格式的这个架构 因为我也是iceberg出生 就是就是还是非常欣赏 iceberg设计的这套 但是iceberg它有一个问题是 它用的比如说用了HMS 它的这个文件系统上就没有这个 这个slapshot的信息了 就都会去写到这个HMS 所以这个我这边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割裂 所以派蒙从第一天其他的这个slapshot提交 就会落到这个文件系统上 然后只不过你可以外挂HMS 或者外挂MetaStore 可以同步地写到那边去 但是但是不管以外国外挂 它的文件系统上的格式都是接触的 以文件为主 对 这个是最合适的 是的 了解 谢谢 谢谢 好 那看大家 这边 那个致敬老师 就是在我们公司 其实这个落地应用的时间过程当中 有些 由于有些历史原因 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用 StarRocks Doris这些OLAP引擎 去架在拍摄上 做OLAP查询的 其实是 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 其实没有一款合适的OLAP引擎 去架在这个拍摄上 给我们做OLAP查询 我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 既然没有OLAP引擎去做 可不可以用FlingBatch 去做OLAP查询 目前我们的落地实践也是这样的 去用FlingBatch 去OLAP查这个拍摄 当然这个引擎的同学 做了相关的一些优化 但是其实不太清楚 和不太确定的是 这条路或者这条方向 它的上限在哪里 虽然标准方案 还是用架这个OLAP引擎 对吧 但是有隐谋 特殊原因是吧 我觉得这个方向 我觉得用FlingBatch的OLAP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当前 特别是 其实前一个老师 已经分享的这个 Gluten加Velux 对吧 其实是这个当中 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计算 当前其实 大家其实看这个Java 明显的已经不如CJava 在这个计算上 有这些向量化计算 就在计算上 就会弱一筹 然后当然你可以在FlingBatch上 做一些Lative的这样的计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格式的这个读取 比如说ORC或者Packet的计算 你会发现ORC Packet这两个社区 在Java当中都越来越 不投入去优化性能了 就他们都 他们都只在这个Packet CJava对吧 在这个CJava层次 越投就社区的人 都在里面拱 但是Java这边性能 用化你可以看到很少 所以如果说你在 就是OLED这条道路上 它的性能就取决于 你有没有把这个计算Lative化 以及把这个Format的 ReaderLative化 对